最近这段时间,一位电视剧《以家人之名》的热播让饰演林和平的演员张希林得到了广泛关注 剧中,他饰演的林和平是一位民警 对工作一向负责的他却常常忽略家庭 最终造成和妻子感情失和的结局 之后,他便带着儿子林霄和涂松岩饰演的李海潮组建了家庭 两个家庭相互治愈的同时 林和平和李海潮还成了一对男男cp,暖心又有趣 而演熟的观众会发现 剧中暖心的林霸还是当初人民的名义里的奸商蔡成功 凭借蔡成功一卷走红的张希林 近两年出演了不少知名影视剧 张希林 1966年出生在北京 他名字中的希林是父亲拿着康熙字典给他起的 意思是指,他是在黎明之时降临的人间 小时候的张希林对演员二次的理解很模糊 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也没什么向往感 直到初中毕业那年 没事干了张希林去参加了一个业余表演班 在这个班上,他认识了冯远征 冯远征比张希林大四岁 一直混迹在北京文艺青年的圈子 冯远征带着张希林认识了吴刚、吴秀波、傅彪等人 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都怀揣着对表演的热爱 时间一久 原本对表演不感兴趣的张希林 也慢慢萌生了想当演员的想法 但那个时候 演员这个身份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不稳定的 所以一心想要份稳定工作的张希林 只能暂时将演员的想法搁置起来 后来冯远征考上了仁义大专班 张希林考上中专学校 学印刷 后来我就去上中专了 学的是印刷 但是还是念念不忘 就是还是要当演员 八九年我才真正去了上海 考到上海系统学 可时间一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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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冲冲而过 27岁那年 张希林面临毕业 他拒绝了可以进入国家级剧院的机会 选择自己一个人单飞 他凭同学的关系 进入到中央台的一个节目组 给别人做副导演 做副导演小有名气之后 就有一些剧组来找张希林去做副导演 他从不拒绝 只提一个要求 给他一个在剧中试验抉择的机会 就这样 张希林一边拍戏 一边做了四年的副导演 直到记载了更多的民企和表演经验后 他才逐渐放下其他工作 安心做一名演员 很长一段时间 张希林都辗转于各大剧组之间 演着戏份不多的小配卷 直到出演电视剧《黎明之前》 才让他的演艺事业渐渐迎来好转 《黎明之前》后 张希林又接连出演了 《咱们结婚吧》、《后海不是海》、《咱们相爱吧》等一系列热播剧 事业稳定上升的同时 张希林也接到了更多的好资源 例如《人民的名义》 2017年《人民的名义》播出后引来巨大反响 收视率突破8% 刷新了近十年来省级卫市收视率的最高记录 并同时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事件》 剧中饰演蔡成功的张希林也一夜走红 他饰演的蔡成功是一位为人狡诈 为了招标成功而却贿赂政府官员的奸商 虽然角色不讨喜 但张希林出色的演技 与众多演技派的标写 让观众看着十分的过瘾 我哪知道后面发生那么多事啊 我问你 116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为什么约了陈海没去啊 我去了呀 我在去的路上 发现市局的人在抓我 我就跑了 就没能赶到我们约好的地方 告别蔡成功后 张希林又迎来破冰行动里的马云波 精英律师里的焦恩 时差海中装置存 以及近段时间热播的《以佳人之名》 从前大多数都在充当绿叶的张希林 如今也开始渐渐担当其主角来 其沉稳的表演风格和多变的角色诠释 都让他给观众留足了惊喜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播出的《以佳人之名》 他饰演的林霸 凭借和涂松岩饰演的李霸CP感 登上多次热搜 让不少网友戏称 蔡成功原来也可以这么萌 虽然戏外的张希林从一道路一波三折 他的感情之路还是比较顺利的 尽管他行事低调 很少在公众面前提及家庭生活和妻子 但据了解 他的妻子也是一位演员 名叫朱敏 毕业于中喜 曾出演过《想吃麻花》 《献给妮妮》 和《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作品 和张希林结婚后 他慢慢淡出迎评 做起了闲内注 张希林48岁那年 妻子朱敏给他生下了大儿子 52岁那年又迎来了小儿子 如今54岁的他 不拍戏时就在家陪陪老婆孩子 俨然一副居家好爸爸的模样 从小龙套到如今的实力演员 张希林用了20多年才翻身 凭蔡成功走红的他 一点也不惨 他一个脚步一个脚步 扎实地走到现在 最终才收获了今天的成就 他的经历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诠释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从小龙套到前面